然后对着ARPS的加赛上半场 有棉阵 这里的话是掏出了一手帮帮 因为阵数上面是非常克制红夫人的 所以说这边是选了一手帮帮来打 将冀图的帮帮 这套阵容我觉得闪跟传送都能打 如果说往宝屏方向打 宝屏真剩可能带个闪会更好一点 如果说想要去打得更激进一点 或者对自己的一个炸弹有信心的话 带个船也不失为一个最节奏的一个神器 看看他这边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已经拿到加赛了 可能带个闪了 带了个船 还是带了个船 那就是前期逛街没关系 待会儿脆火亮了以后传送找园丁 园丁是个白板 抓条尸也能抓 但是我们见过之前的话 一个条尸其实牵制包包 还是牵制的非常不错的 这边上来遇到园丁 那都不用传送来找你了 对吧 先一颗10秒炸弹封住这个窗口 园丁在这边等一手 等你过来 前面3秒炸弹等完 炸弹爆完以后翻出去 开车走嘛 不开车 不开车往上走 进一个二楼 刚才这波车做完的话 帮帮可能就直接传送过去等你了 盾一削 一颗炸弹一刀 其实园丁是亏的 所以这边不上车的话 我觉得能牵制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点 你上车呢 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这个点位必倒了 那么上车对吧 用这个车的时间来硬拖一会 好这边园丁想续盾 没能成功了 吃你一个十几刀 然后这边一个庄园老有加速 外面的电机 主要看空军这台 空军这台能不能修完 其他人的电机应该是不太可能修的丸子吧 因为这里空军才强势才率先修完 那空军这台的话感觉差不多也能修完 三台电机 如果这园丁能牵制三台电机的话 我觉得穷者这边 甚至可以考虑就是卡死救或者卖掉 因为这个帮帮 园丁细盾 可以 这园丁上一把的 上一把的舞女牵制的就不错 这把园丁如果说这块 这刀没抽中 这块板子下下来 那岂不又成一段佳话 挂上 用命卡着 外面的话三台电机 修掉了两台还差一点点 现在就是外面各修一台 然后用命卡着压死救一波 压死救一波 我觉得留更多的道具来打开门战 可能会更好一点 拥兵多留一些护臂 然后空军留把枪 主要是留香水 打一个开门战 保平真胜嘛 对于穷者来讲就保平真胜了 帮帮这边的话他出不去的 这园丁本身铁屁股 如果带着甲妹子 能做的时间很久的 拥兵就在这边耳鸣挂着你 对就耳鸣挂着你 外面修 修完 强师先修完 因为强师肯定要比空军快很多 调师修完以后帮佣兵的电机点掉 对吧 空军这边电机再点掉 差不多就够了 这里是空军去帮忙点了佣兵的电机 那等于说这样的话 就要差一台机 他们是想等这里 园丁被挂飞以后 再去补园丁的遗产机 让佣兵来补 这边传送出去 好 佣兵这个铁屁股 我感觉佣兵交互币有没有时间 来不及 好像差不多 应该是差一点点 如果交互币过去 可能差一点点 香水这边 回到二楼 炸弹炸一下 但是这一二楼炸弹慢慢炸 时间上面来看 邦邦也拖不住 而且空军还有一把枪 调师这里往里面走 这边一颗遥控雷 炸一下半血调香 佣兵这边被车撞了 那一刀一颗炸弹 这一波有点伤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求人者前面剩余的东西比较多 他们没有去救这波园丁 所以空军趁着这波时间 是把电机补开 调香师只要趁此机会 来把中间这台电机点掉就可以了 这边找到调香师 那佣兵赶紧过来对吧 抱一手 空军电机马上能点亮的 虽然说这边出现了车祸 但是我觉得穷者还是很有机会 能够保下这个平局 一刀打 这边 佣兵这里的话电机压好 要让空军去救 可惜就可惜在这波车祸 零零种种混合起来的话 空军这把枪不能流到开门站了 一个翻窗加速双弹空军 没带搏命的 前期其实这个园丁牵制的已经很不错了 一颗遥控雷 压着这个点 这样的话这边一波无伤就 那这把枪留下来了 炸一下电机点亮 佣兵半血 强食满血 其实这一波没来防守的话 感觉这里打完佣兵以后对帮帮来讲反而更亏 这个强食是一个满状态 佣兵没救过人有博命 他得守着这边的门 要不然的话这边强食祭祷 可能就得挂地下室 因为里面这张椅子刚才是已经用掉了的 这强食就在这边玩了 我们看这边求者怎么能不能盘活一个多跑 地窖在前面 这边得有车 如果有个车来 我这个嘴 刚好叫来了一辆车 请叫我滴滴大帅 打一刀 现在这个门好像还没有开掉 佣兵这边要倒 那还行还行还行 这波传说还是比较果断的 叫车有车 因为这个车他开过去以后刚好停在地窖口 你们知道吧 佣兵没护币了 那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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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帮帮来说可以了 前期这波被穷者压得必要得有多难受 空军这边再点一守门 想来保佣兵 这个点位没护币的话救下来我感觉走不了 应该不太会 只是单纯的在等空军开门而已 只是在等 强食这边香水也用完了 那就走了平局 平局 这个就得看时间了 这把的话 求人者这里还是比较可惜的就是那个车祸吧 这个车祸如果说没有发生 佣兵留有更多的道具 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好 好 好了